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入平安 不久之前我一岁半的儿子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 他就爬上爬下 有一次我们大人都在忙的时候 一转身既然看见他爬在窗口旁边 然后还转过身来对着我们的笑 那个窗口还是打开了 我们住在公寓的五楼 他的爸爸被吓得心惊胆跳 立刻跑去前面抱他下来 然后不久之后我们就立刻叫人来 在门上啊 在窗口上装上这个围栏 以平安为先 亦防万一 根据百度百科来说 平安就是没有事故 没有危险 平稳安全 而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 我们也看见当复活的耶稣 出现在门徒的中间的时候 他第一句说的话就是 愿你们平安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读一读今天的经文 我会为大家来读 路加福音第24章36到48节 真说的时候 耶稣出现在他们的中间 就是出现在门徒的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又惊又怕 以为是看见了鬼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 为什么心存疑惑呢 你们看我的手和脚 就知道真的是我 来摸摸看 鬼魂没有骨和肉 你们看 我有 说完 便伸出手和脚 来给他们看 门徒又惊又喜 半信半疑 耶稣问 你们这里有吃的吗 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 他接过鱼来 就在他们的面前开始吃了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曾经说过 摩西的律法书 先知的书 以及诗篇里 有关我的记载 都要应验 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明白这些经文 又对他们说 圣经上说 基督必受害 然后在第三天 从十里复活 人们要奉他的名 传扬 悔改 赦罪 得福音 从耶路撒冷 一直 传遍万国 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我要把我父 所应许的赐给你们 不过 你们要留在城里 直到你们得到天上来的能力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那这经文里呢 这个情景发生在 耶稣刚刚复活不久的时候 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章里面 也是有记载说 在这个时候 门徒们聚集在一起 其实是锁上门的 因为他们害怕 犹太人 就是这些犹太领袖 把他们的老师 就是把耶稣 成功的 钉上十字架 那何况是 耶稣的门徒呢 所以事实上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其实门徒们 是处在一种 蛮危险 完全不平安 完全不安全的一个状况里 可能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耶稣 第一句说的话 就是 愿你们平安 可是其实在这里 耶稣更想要带来的平安 不是他们周围的平安 而是他们内心的平安 一种不会被周围事故 所影响的一种 安稳的心态 这里平安的原文 Airene 是来自一个动词 Aero 那Aero的意思就是 将曾经分裂的东西 连接或结合在一起 所以平安的反义词 就是分裂 在这个时候 门徒们的内心 的确是处在一种 分裂的状况 就是他们精神上 情感上 思维上 都感觉挺分裂的 就是他们心心胆跳 不知如何是好 而耶稣要带给他们 这一种和谐 结合 统一的内心状况 那到底 耶稣要怎么样 把这种真正的平安 带给门徒们呢 唯有当我们的 属灵眼睛大开始 我们才能得到 这一种真正的平安 那首先 门徒们有几层盲点 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需要被掀开 那第一层呢 就是肉体的盲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经文的上半段 就所说的都充满了一些 肉体感官的体验 就耶稣说 愿你们平安过后 他们又惊又怕 以为是看到了鬼魂 然后耶稣叫他们用眼睛 用手 用眼睛来看 用手来触摸他 他提到这个 看的这个字 三次 因为他要鼓励他们 用他们的感官 来去体验他的复活 第三十九节 他说 你们看 我的手和脚 就知道真的是我 来摸摸看 鬼魂没有骨没有肉 你们看 我有 说完 他又伸出手和脚 给他们看 然后还问他们 他们半信半疑的时候 他还问他们 有没有吃的 过后他们又 给他一片烤鱼 他就接过来吃了 那这几节经文里面 真的是充满了 非常真实的感官体验 就涉及到了 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触觉 我们的味觉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做呢 为什么他要要求他们来看他 摸他 为什么他要要求吃的东西 应该不会是 因为他过去的三天 太忙着死和复活 所以没有机会吃饭吧 应该不会吧 可是可能在这边 耶稣努力的要求 他们以这个感官来体验 复活的他 是因为他要消除 他们的肉体的盲点 门徒们在概念上 其实是知道 耶稣已经复活了 因为就在这一个 所发生的之前 有两位门徒 从以马乌市村来的 两位门徒 刚刚在这个锁子的房间里面 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所以在概念上 他们是知道的 刚刚听见而已 但是当他们亲眼 看见耶稣的时候 他们仍然以为他是鬼魂 因为听见和亲眼看见 是非常不同的事情 对吧 可能我们是听过人家说 有哪间餐馆 哇食物很好吃啊 可是我们应该不会 自己没有去亲口来尝试过 我们应该不会完全相信吧 就大约在十年前的时间 十年前的时候 我是在马来西亚 启发中心工作的 那时候我工作的范围之一 就是向不同的教会的牧师 来分享 启发是一种 很有效的传福音工具 那在我工作的第一年的时候 实际上我自己发现 非常难说服这些牧师 来相信启发是有效的工具 因为事实上 我听说过很多人 经历启发过后 生命得着改变 可是我自己却没有 亲身的经验过 或是来看过 直到我自己来参加启发 并来带领几轮的启发小组 过后 那我才真正的看见了 我小组的成员 生命得着改变 曾经憎恨耶稣的人 他们甚至来愿意来 讨论关于耶稣的可题 并还看见朋友得救 就在我的亲眼前 看见他们受洗 来经历神的同在 那我亲身体验到了 神怎么样来使用 启发这个工具 简单的工具 来改变生命 因为重点不在启发上 重点是在耶稣上 那时我才真正的相信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福音工具 而今天 因为我相信 也因为我的教会也相信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在 教会里面进行启发三次 还不断的来鼓励大家 来参加启发 鼓励大家来邀请你的朋友 也来参加启发 所以我不是因为听人家说过 而是因为自己亲身经历到 才相信的 所以回到经文里面 这也就是耶稣的心意 他不只是要门徒 听说过他复活 而他想要他们亲眼看到 亲手摸到亲身 体验到复活的他 他知道只有通过亲身的体验 他们才能摆脱肉体上的盲点 而接下来 耶稣又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 为什么心存疑惑呢 哎呀耶稣 你是万物知足 难道你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心里混乱吗 这一场所发生的东西 实际上是可以成为 一部恐怖剧了 就是一个死了的人 突然间出现在一个 锁着的房间里 是挺恐怖的 可是耶稣 难道他是不知道才问吗 还是他问的原因 是为了要给他们 多一些反思的空间 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 是什么让你们心乱 是什么让你们思想分裂 你们见证了我过去的奇迹 知道我所能做的一切 为什么你们还怀疑呢 真正让你们心存疑惑的 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 门徒们的肉体盲点 就是人类科学 或者是逻辑 说不可能的事 他们的逻辑告诉他们 死了的人 是不会复活的 更何况 有的门徒还亲眼目睹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口气 那么他们还双重的确认 他已经死了 才被埋葬起来 看见了这一切之后 那他们现在看到的 到底是谁呢 如果不是鬼魂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复活的身体 是一个复活的人 他们的逻辑无法理解这一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自己也应该觉得 难以相信吧 因为所发生的事情 明显地违背了逻辑 不知道今天的你是否 有什么肉体的盲点吗 有没有一些超越科学 或逻辑的事情 成为了你来到耶稣面前的障碍 可能是你不知道 你可以怎么样走出 你现在所经历的失落和悲伤 或可能是你不知道神会不会 或者是能不能医治你的身体 或可能是你不知道 你的家人是否真的有一天 能得救 我想挑战你们的就是 不要让你的肉体的盲点 或你肉体的逻辑 来阻止你看见耶稣真正的实力 不要让你肉体的盲点 或你肉体的逻辑 来阻止你看见耶稣真正的实力 耶稣邀请门徒们来用眼睛看 用手摸 用亲身来体验 就在他们踏出这一步来亲身体验的时候 耶稣就掀开了他们的肉体的盲点 我相信 如果你今天也踏出这一步来亲身体验它的话 耶稣也一样会掀开你肉体的盲点 让你得着看见 而耶稣掀开了第一层之后 还不够哦 因为他们还有更多 就耶稣还有更多要让门徒看见的 那第二层需要被掀开的就是 门徒们的 理解的盲点 他们还有第二层 就是理解的盲点 在第四十四节里面 耶稣对他们说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经说过 摩西的律法书 先知的书以及诗篇里 说有关我的记载都会应言 于是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明白这些经文 门徒们跟随耶稣已经大约有三年了 就大约一千零九十五天左右 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 听过耶稣的讲道 见证过他的奇迹 亲身体验过他的能力 可是他们的理解 仍然好像被遮盖了一样 现在复活的耶稣 就坐在他们的中间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说律法书 先知书 诗篇 那就相等于整本旧约 整本圣经里的旧约 整本在耶稣出生之前所写的 有关他的记载 都会应言 都会被完成 想象一下 如果你读到一本 在你出生前所写的书 然后这本书却准确的来描述 关于你生命中的一切 就关于你会出生在哪里 你这样做些什么 你这样如何死去 那是不是非常惊人 还是有点可怕 在现今的时代 可能就算是 算命老 算命老 就可能会试图做 这一些预测 对吗 就通过读我们的首相 或是我们的面相 告诉我们 我们会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会有多少个孩子 等等的 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等等 可是这个圣经的旧约 不是一个算命老的话 它是上帝的话语 不是人类的预测 而是创造者的预言 是一个赐平安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当耶稣 他会被鞭打 被钉十字架 然后从十里复活 等等都记载 在这个旧约里 这一切的应言 不是任何人可以偏造出来的 而是耶稣 确实成全了 每一个被记录的预言 虽然他们认识了耶稣 一段时间 可是唯有当耶稣 掀开他们的理解的盲点的时候 当耶稣 把他们的理解盲点 掀开的时候 他们才真正能够看见 真实 这个真正的理解 为什么耶稣 需要死 为什么耶稣 之前说的这一些话 为什么被需要 这样子来发生 我只能想象 当耶稣解释 这一切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理解 应该是在大爆炸 就蹦蹦蹦 哇 原来是这样子的 原来这一切所发生 我们所经历的 原来就是这样子 我终于明白了 就一位牧师 Tim Keller 他这样子解释 他说 在这里 开启他们心窍的 这一个字 开的这个字 是指被敲开 被破开 被爆开的意思 你不会用这一个字 来形容你打开 一所锁着的门 这个字是来形容 你爆开一座山 让山里有一个通道 的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里作家 就是这个作者 路加 他用这一个开的字 来描述 耶稣如何爆开 人类人类的理解 因为我们人类的理解 就好像一座山 有很多层的障碍 挡住了真理 就不能穿透 除非耶稣把它爆开 否则 人类的思维 对神的真理 是盲目的 不知道你曾不曾经经历过 类似的理解 开窍呢 可能是突然间终于明白 关于耶稣的某个真理 一种令你印象深刻 改变生命 或是让你感动流泪的 一种启示 我中学的一位朋友 叫阿兹 他坐在 他在班上 坐在我的旁边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 就十六十七岁左右 我很想跟他分享 耶稣的福音 想邀请他跟我一起去教会 可是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开口 有一天我就特地带了一本 漫画的圣经来到学校去 刻意在下课的时候 把这个漫画的圣经 放在我的桌上 我希望他会翻来读读 过后他确实是看了 这一本漫画的圣经 他还问了我一些圣经里的 一些经文的问题 可是当时十七岁的我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 他有很多关于神的问题 可是我不会回答 然后最后我就打算 我只是可以默默地为他祷告 就求神让他自己可以明白 就求神在自己的时间 来感动他的心 然后几年过后 阿兹打算搬到日本去 继续深造 当我发现到他会去日本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天天感觉到 有点失望和担心 因为我知道日本 只有1.5%的基督徒 我就在想 连甚至马来西亚都有9.1%的基督徒 如果他去日本之后 就他对基督教的接触更少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 来了解耶稣的福音 那长话短说 几年后有一天 我突然间在面子书上 收到阿兹的短信 那时候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 那他就突然间联系我 说他在日本接受了耶稣 他并想到我想要让我知道 他说当他想起 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他身边的基督徒朋友 就一直在为他祷告 他就觉得好像神一直都在 等待着他 在追随着他 他感动到 一直不断的流泪 那一天 就好像神掀开了 他的理解的盲点 让他突然间得到了一种 属灵的理解的开窍 一种改变了他生命的启示 所以当耶稣掀开了 门徒们的肉体盲点 和理解的盲点的时候 实际上 他是在打开 他们的属灵眼睛 他是在打开他们的属灵眼睛 耶稣好像给他们 带上了一副 一副新的视觉一样 让他们看见 之前看不见的东西 当我们的属灵眼睛被打开时 我们突然间 好像发现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到处都可以见到神的存在 就无论是在祷告后 找到一个停车场 或者停车位 或是神帮助我们 化解了一段关系的误会 或是在工作上 神派来了及时的帮助 等等 只有神才能打开 我们的属灵眼睛 只有祂才能在 我们这一座山 这一座山里抱开 一条通道 让我们显明 祂真正的身份 祂真正的实力 唯有当我们的属灵眼睛 被打开后 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一种 内心真正的平安 一种能结合分裂东西的平安 就是结合分裂的心情 分裂的思维 分裂的关系 一种不会被周围事故 所影响的平安 一种只有耶稣 才能给到我们的平安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界的人所赐的 最后当耶稣开启了 门徒们的属灵眼睛之后 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呢 第四十六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圣经上说 基督被被受害 然后在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人们要奉他的名来传扬 悔改 舍罪的福音 从耶路撒冷一直传篇万国 耶稣让他们看见 救主需要为大家的罪而死 可是他将会复活 因为他的权柄胜过死亡 那些相信他并悔改 那就是说并改变自己的方向的人 将得到耶稣神的赦免 为什么罪得赦免 在这里那么重要呢 因为在门徒们的时代 犹太人仍然是需要依靠 动物的献祭来使自己洁净 但现在当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 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一次过被洗干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耶稣 称为完美的羔羊 因为被献祭的是这个完美的羔羊 希伯来书第十章说 上帝的旨意是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 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 而这个真理应该被传扬给万国 这里万国所指的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不仅仅是所有的国家 就是还是说马来西亚里所有的民族和语言 中国里所有的民族和语言 到处全世界里所有的民族和语言 没有一个民族会被排除在外 最后耶稣还说了一句重要的使命 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那就是说你们已经看到了 摸到了 尝到了 现在你们也理解了 你们现在是这个真理的见证人 见证人就是指一个经历过某事的人 和一个在法庭上作证的人 那就是说现在门徒们 那也包括我们 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们 就是这一个耶稣的福音的经历的人 的作证的人 耶稣这一句话就好像在问我们 你知道了这一切真理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呢 有什么传福音的打算吗 有什么作见证人的打算吗 而感谢神 耶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句话 他就说 看啊我要把我父所赐的 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 不过你们要留在这个城里 直到你们得到天上来的能力 这天上来的能力就是 神的灵 圣灵 一个可以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圣灵 这是多么令人安慰的事 因为作为一个那么伟大的 真理的见证人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因为这个伟大的重任 我们会觉得不知所措 那如果我搞砸了怎么样 我不会传福音 不知道要讲什么好怎么样 可是当令人安慰的就是 耶稣向我们保证 我们并不孤单 这个见证人的使命 不应该凭着我们自己来完成 而是凭着圣灵的力量 圣灵的智慧和祂的时机来完成 最后 当我们看完整个经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 好像一切都是神的动工 祂一层一层地掀开我们的肉体的绑点 我们的理解的绑点 而祂还打开了我们的属灵眼睛 让我们获得真正的平安 最后祂还派圣灵来帮助我们做见证人 那到底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全部都祂做完了 神给我们这里的挑战就是 我只要你的愿意 你愿不愿意与我一同合作 你愿不愿意与我配合 一起打开其他人的属灵眼睛 把真正的平安带给你身边的人 一种连灾难都不会被动摇的平安 一种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已经成全了的平安 你愿不愿意与我一同合作 我只要你的愿意 好不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在安静当中 聆听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 圣灵请你来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 你有这样子的感觉 你觉得我愿意 可是我有心无力 如果那是你的话 感觉神要对你说的就是 你不需要靠你自己的力量 你靠的是圣灵的力量 就算你无力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或是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去实行你想要做的也好 圣灵会为你在你的身边 打开适合的门 在你的身边放一些适合的人 来让你做出你的生命的见证 就做自己就行了 依靠神的能力做自己 而让他们看见 神在你生命里面对你的美好 而他们也要仰望你的神 在这里我也感觉到 可能有一些朋友 你很想得到这个 在耶稣里面的真正的平安 可能你现在的心 就处在一种分裂的状况 可能是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 经济上的原因 感情上的原因 家里的原因等等 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内心的平安 就是不被周围的东西 威胁到的这一种平安 神好不好让我们来为你祷告 待会你可以 扫描这个QR码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在这个星期里面 来继续的为你祷告 或者是 你可以在心中 自己来对神说 圣灵 请你来 给我耶稣的平安 那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朋友 你觉得有一些东西 就有一些障碍 可能是肉体的盲点 或者是理解的盲点 来阻止你来更靠近神 如果那是你的话 我想要鼓励你 找一个靠近你的群体 一个靠近你的基督徒的群体 来跟他们分享 来让他们一起 跟你在这个属灵的路程里面 陪伴着你 一起来让你慢慢的可以看见 慢慢的可以打开你的属灵眼睛 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 不是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导 不是我们自己来经历的 是应该在一个团体里面 一起来与人经历的一个属灵生命 如果你还有任何 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 鼓励你继续来扫描QR 因为教会在的地方就是 我们的责任就是来为着你们祷告 一起来扶持你们 让我们可以更靠近神 更认识神 好不好 现在让我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让我们可以继续进入敬拜的环节 来聆听神要对我们说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是创造我们的神 给我们我们的脑 给我们我们的心 如果在我们这个路程里面 来认识你的这个路程里面 有任何阻碍到我们更靠近你的话 我们求祝你可以在你的时间里面 把它意义一层一层的都掀开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也求神你在我们的心里动工 需要平安的朋友 求你现在就赐给他们平安 有任何需要 身体上的需要 经济上的需要 或是朋友上的需要 上帝只有你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 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回给你 求此你继续的聆听我们的祷告 继续的让我们也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奉祷耶稣名求我们祷告 Amen Amen 让我们继续的来敬拜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